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Asetto Corsa 2021積分賽R2的精彩回顧 這站起跑又發生了重大事故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事故中心的畫面 我起跑慢了一點 左邊受到撞擊 只旋轉了 第二次撞擊 剛剛也就掛了 結果你弄到的是我 欸這感覺好怪喔 前輪完全沒有FU欸 這怎麼開 從翔哥的視角我們再看一次 起跑 我突然往左邊碰到我 我撞到牆回來 在下的翔哥中獎 結果你弄到的是我 不過並沒有像我損傷那麼大 欸這感覺好怪喔 前輪完全沒有FU欸 這怎麼開 開在前 翔哥才在說前面很危險 結果還真的很危險 第四名小鹿 第五名泥墨 第六名翔哥 欸好怪喔 他們維持著差不多的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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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車壞了 對啊 對啊 車椅也壞了 車椅也壞了 還好我就車門 我重傷 前方完全沒有感覺了 我不知道怎麼開了 所以我說前面很危險吧 泥墨追到小鹿了 期待可以在後面看到兩位精彩的對決 咦 居然打滑滑出去了 你有沒有可能壓到旁邊的草 或者比較滑的路 滑出去了 翔哥咬出小鹿的尾巴 現在太難追了 對啊 內線嗎 內線 小鹿整個車線外偏 大開內側門 碰撞 兩台都沒事 翔哥超車成功 我們再從小鹿來視角看一次 從這邊看起來 比較像來不及關門 而不是失誤沒轉進去耶 前後都有一段距離 究竟會往哪一邊靠呢 後面也來了一台 是說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引擎蓋視角好像有一點點怪怪的 有發現嗎 不曉得一下開燈一下關燈 中間這個黑色的橫桿不知道是什麼 我以為是有影片的問題 我還特別去打開我自己的 再看一遍 真的是這樣 它引擎蓋視角真的就有那條黑的 但我從車頭 怎麼樣都看不到那條線在哪裡 超神秘 哇 這個彎沒有轉好 痛 接下來這段距離很 會吃很大虧 一瞬間就被超過去了 看能不能在這個彎板回 碰撞 張洞洞失控 整個打橫 救得回來嗎 後面又一台衝去吃沙 這就沒那麼好運了 整個旋轉 張洞洞倒是救回來了 小鹿在這邊吃草 好 看來是看到後面忍不住也要吃幾口 不然就是跟我一樣看直線看留言 看到吃草去了 哈哈 再一次讓出內餡欸 張洞洞過 不知道是處於剛剛撞到的那一種 還是來不及關門 後面又來一台 來 這一次這個Brand Hatch 賽道 我之前其實還蠻討厭它 我之前有開過這一條 但是它第一個彎就讓我覺得很難轉 這一次算是 這次算是 這條的積分賽 還是別練了 這條賽道 融賽有跟它比較熟悉的感覺 不然我之前 剛開始玩的時候 第一個彎找不到下車點 一直 一直衝出去 我後面這一段 倒是蠻好玩 走 三檔 沿路 連續幾個彎這樣 轉起來還蠻爽 哎呀衝出去了 馬上被傑哥超過 不知道你默去哪了 看來剛剛失誤挺大的 小路跟傑哥是 甩尾的好同伴 有時候會看他們一起練甩尾 後面又來了一台 怎麼好像每一圈都是這個模式 對 authentic人 曲臨 曲臨 立正 成就是 詞主題 積分 有 有 有 後面那台速度挺快的耶 才過沒多久已經拉近這麼多了 該不會是明天車輛吧 這次有守住內線了 傑哥打滑 後面你也打滑 這金錢閃過閃得真好 回到第六傑哥就被教室睡覺了 可惜0分收場 來到第十圈 翔哥目睹了張痛痛跟陳久久的車禍現場 趕快打橫在路中間不曉得怎麼撞的 兩圈後我追上領先一圈的泥墨 這次我單純比較快 可是失誤很多 我企圖從內線超車 碰撞 滑出去吃了一點草 勉勉強強穩住 前後都受損了 泥墨損失的時間比較多 我因為這個被扣分了 而且我接下來的彎還撞出去 這個超車一點意義都沒有 來到第十八圈 我們第一名大大領先的謝老闆 終於吃草打仗了 看他超快速的打回R檔把車子拉回來 他說這個是H檔的好處 二十二圈 最後一個彎 翔哥打滑 自撞 哇 懸吊受損 左前輪懸吊受損 更慘的是 他進去過了 十八圈倒數第二個彎 吃草被泥墨超車 哎呀 我失誤 翔哥就去加油了 我要十五點等我 算了 我去加油 有車 這一撞 翔哥只好多進站一次 花費二十七秒修車 並掉了兩名 二十七秒 這個損失真的超大的 這一撞就少掉那麼多的時間 現在去找找FB搜尋 TWAC GGS4回進來囉 三十圈 比賽接近尾聲 太快了 翔哥企圖拼回自己的第五名 那剛才應該打人啊 前方是陳種種 剛才呢 他應該要說已經太遲了 哈哈 剛剛說已經太遲了 翔哥是這裡面 應該是回憶一位 用手法的車手 用手法的車手 好像都不會失誤耶 對啊 他很穩 翔哥用手把開車 先彎開得好穩喔 距離遠遠了 都沒有搖來搖去的感覺 嗯 陳種種吃草打滑 這地點跟剛剛翔哥自撞的地方一模一樣 彈回來拆一點波及翔哥 翔哥順利躲回第五 最後來到三十二圈 拜拜跟妮莫爭奪第二名 妮莫從剛開始的失誤 一路追一路追 現在追到第三了 一下靠近一下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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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機會嗎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沒辦法 剩下三圈 喔內線內線 超車 失敗 內線的速度比較慢 很緊喔 好像沒有吸到尾流的樣子 喔 內線又來了 即時擋住 YY即時擋住 這一圈又要結束了 最後兩圈 YY熟得住嗎 似乎又拉開了一點 哇 看這個方向盤轉超多耶 YY跟謝老闆說 然後有點類似 他們都會轉很多方向盤 再過完 哇齁 有點危險 前方有落後車輛 出事了 還好這23名都沒有收到波底 喔 差一點 非常貼近 最後一圈 走出這一圈 YY就可以順利拿到第二名了 糟糕 到底失誤 這也太不妙了吧 最後一圈被超車 而且看起來有點不穩 緊張了緊張了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要在後面 半圈追回來 感覺就很困難 在想要看 該哪的第2名飛了 這時候出去 剩下三個彎的說 好可惜喔你我 開穩一點其實就可以過了 雖然這樣說 但我自己都開不穩 哎呀 最後這一打就是精彩的對決 那我們這次啊 回顧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忙按個喜歡 訂閱其他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第一唱歌 朋友就夠了 訂閱